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温水 记住多点留言和分享 和按一按订阅的小铃铛 顺便都可以PayMe打赏一下我的 我也都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今天我就想找一些有趣的话题 去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首先我想大家看新闻都会见到 就是现在IPO的状况是非常之惨淡 甚至乎也跌出了三大都一段日子了 现在已经去到全球第十 基本上是连五甲都不入的 新闻就让我和大家交代一下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香港股票的流动性 就逐步萎缩 也都拖累了新股市场都还没走出一个低谷 德勤的中国资本市场服务部就说 今季新股的集资额只是得47亿元 按年是跌了30% 更加创了2009年以来最新的新低 第一季的新股数量 按年是减少了33%去到12只 而新股的集资额 香港的IPO地位 也都由去年同期第五就跌到第十位 是跑输了印度和沙特 其实不单是跑输印度和沙特阿拉伯 甚至乎是跑输雅典 亚典十年前是一个什么的经济体 十几年前我们说 亚典是一个接近破产的国家经常主权违约 亦都是拖累了当年整个欧洲经济体 但一说到亚典也可以说多一点 就是现在希腊的经济是非常之蓬勃的 我还记得五六年前 很多人都说去希腊旅行要小心 pick pocket 和小心扒手 其实我上两个月去了亚典旅行 亦都去了希腊其他的地方旅行 其实感觉上又没有那么危险 亦都没有那么多所谓打荷包的人 还有你看看希腊的数据是非常之亮丽和英俊的 希腊的经济已经走出了他们最低谷的那个时期 因为说以前是有主权违约 虽然希腊违约用一个大的世界史国道 我曾经是写过一篇文章去说 就是在大世界史国道 希腊违约是真的在说这个波熙战争的那个维度 是在说公元前发生的一些状况 希腊这个城邦或者这个经济体 他们是超过一半时间都是处于违约状态 所以在大历史角度来看 希腊违约从来都不是一个罕见的现象 反而希腊不违约才是一个罕见的现象 反过来我们说回最近这10年的变化 其实如果你看回新闻 你都会看到一个挺特别的现象 就是自从希腊他们主权违约之后 当然全世界因为都是一个国际的体系 都会找方法去救回这个经济体 其中一个做法或者常见的做法 就是找IMF的撥款 而IMF当时也都有撥款去帮希腊 当然是要付费一些条件 通常IMF的撥款条件都是很standardized的 第一就是你要削减你的公共开支 包括downsize你的政府的规模 所以你这个政府作为那个主权单位 才有机会还钱 然后之后也都可能你要 再问其他IMF双述的利益团体去举债 通常都是华尔街的那一帮人 你可能要问他们去举债等等 但是削减开支就一定是基本上要做的那一步 而的而且确都幸不容命 希腊它不单止是整个经济叫做改善 也都去一个正常的增长速度 第一点 第二点它是劲到什么地步呢 它劲到最近新闻都有说 它是提早还回IMF到期的款项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本身IMF借了一笔钱给你 你是可以分几期去付款的 但是现在希腊的经济状况是好到 是另一个经济奇迹来的 就是现在很多人说经济奇迹会拿冰岛 因为冰岛08年爆了之后 也都因为旅游业等等就急速翻生了 但其实希腊也是急速翻生了 希腊它是过了主权为一个阶段 甚至是可以提早还钱给IMF 这个是喜出望外 所以希腊作为一个叫做复原中的国家 并不是说大家想到这么差的 当然香港就更加差了作为一个经济体 所以我们不单止输给印度 不单止输给沙特 也都输给希腊 这个是很可耻的一件事 而一宗新闻这样就说了 我觉得都有几个地方可以再说多一点 第一就是我们输给印度有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印度是一个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 他们现在走的模式 你就可以想起20年前的中国模式 基本上大致上的概念都放在印度那里 是合理的 就是20年前的中国是枯发了很多科网独角兽 很多的独角兽的模式都是copy回美国 比如百度一开始做search engine的部分 当然是参考Google 跟着阿里巴巴做电商的模式 亦都在美国很容易找回同样的模型 Amazon等等 跟着去到阿里巴巴会做cloud service的那些东西 亦都你可以在美国找到更加早期的参考 然后去到做支付的 支付在美国亦都有参考 但是我都要承认 中国的支付是全方位地做得好过美国的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中国本身的人民币假钞 在20多年前是非常之严重 你电子支付其实是解决了很多假钞问题 是improve了整个transaction的体验 降低了交易成本的 但是从来香港又或者美国又或者其他成熟的经济态 是没有太多假钞这个concern的 所以他们没有一个急速的需求 是要发展一个很完善的支付系统 但是大陆有的 因为你有假钞这个很严重的问题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都已经随着支付工具的升级 已经改变了 也都不再有这个问题了 就算好像雷鼎明所说 叫鸡都是用支付簿的 那现在你给钱一个乞丝都是用支付簿的 所以更加不会再有钞票真偽的问题 但是回到刚才想说的那个点 就是很多的印度现在在做的模式 就是跟20多年前的中国是高到类似的 所以印度也有他们自己的很多独角兽枯化出来 他们是进入了一个急速增长的时期 所以他们的资本市场也会急速增长 就是因为那些独角兽 你枯化了之后你都要退出 你都要找一个上市的平台 去帮那些投资者去退出 那结果印度本土枯化的独角兽 就当然肥水不留别人田 就去回自己印度上市的基地 去完成最后的那一步 所以印度就做得非常之好 至于沙特阿拉伯也是你意料之内的 反而沙特阿拉伯的状况 我觉得是给香港一个提醒的 就是现在香港呢 无论早前押出的那些中东王子的风波 背后那个底层逻辑 都是你觉得那些中东资金很容易找 那些水很容易哄 你是希望可以找到那些资金 落户来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那里 多回一笔新的资金去填补回走了的外资 或者一些大陆的资金 因为大陆很多资金都润出去的 亦都会找到新加坡或者其他地区 作为一个相对他们眼中觉得安全的资金港口 那你是想找回中东资金去填补回这个空间 但是中东老都不是傻的 你预判别人,别人都会预判你的预判 所以中东的那些资金都会想一下 你个个走来敲我 Eon Musk又说要来中东找融资 Animoca Brands的Yet Shield 为了谷高Animoca的估值 都会走来中东那里做Fundraise 个个最尖端最聪明的人都来中东 中东他都知道自己有钱 但我有钱不一定要给你的 既然你个个都敲我换的时候 那不如我就吸纳你们的技术 所以在中东那些 上市这一个sector的铺线 美国是做得比香港更加好的 美国联交所都, sorry 美国的纳斯特克 其实现在是中东都已经是插齐 做得非常之好 也都有纳斯特克的版 在中东那里运作着 反过来香港的联交所 也都找过人去sale中东 甚至乎李家超、陈茂波 都带了一帮人去做一些交流 但这些交流 就变成一些很形式性的官方交流 是不是真的有商机没有 所谓的商机回到来的就是 你找了香港的一间ETF的发行商 发行了一只中东ETF的产品 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但你有没有吸纳到中东资金? 你反而是继续糖水滚糖鱼 用回香港现有的资金 去买别人中东的东西 增加了别人的流动性 那反过来你是得不尝受 假设你本身的road map 你的底层逻辑 是吸引别人的钱回到香港 那现在反过来 就是中东找回你的品 就是你想想中东王子 那些人现在个个都说是老千 不重要的 重点就是在于 中东人都知道自己 给你的感觉是很有钱 那他是不是善用这个 的perception 就将它变成一个reality 假设那个中东王子 我在之前的节目都说过 甚至在以前的patreon都说过 他本身作为一个 虚有王位的王子 他只是一个名咸的上流贵族 他不应该是给钱 你们香港去赚的 在他的认知图像里面 就是他自己都是很聪明的 莫财的 亦都是一无不拔 你石头都注不出他血 因为他都不是那么有钱的王子 王子都有很多 他想做的那一样东西就是 他用王子的title 和你们香港的那些资本家 或者叫老千 或者叫金融家 一起去压外面的钱 或者去吸纳外面的钱 以前的许家人 是懂得这一条路 以前香港的资本还家 是懂得这条路 许家人实际是懂英国王室的安德鲁王子 当然安德鲁王子 他都方评非常差 如果我没有记错 他也是被王室除了名 但是本身去家人的许义算盘就是 我找了个英国王室过来 其实他都是用来 sale投资者做rollshow 去骗其他人 去投资恒大的债券 人家的roll map是这样的 所以王子 suppose他是一个鸡棚的演员 他不是一个鸡棚的监制 你将他变成一个监制的话 就会出现了得不配位 就是分工分错了的一个状态 结果就变成了这一样东西 那我们去回我们刚才说的那个topic 就是中东本身 他们都很有potential 甚至乎 也都开始慢慢成熟化 他们的上市流程 和资本市场的玩法 因为很多人会去敲他们 会去教识这帮中东人 如何去玩上市这个游戏 已经选了NASDAQ 所以你现在联交所 你再去推销 就是说我们香港上市 跨啦 沙特亚美快点来香港上市 那些东西 人家是don't give a shit 因为人家已经有一个better option 而那个better option 是全世界供应 是best option 就是纳斯达克 也都是最容易可以融入到 别人体制的一间机构 那你在联交所的那个角度 可能你还要有很多官式的东西 要去处理 也都有很多行政上面的麻烦 要去sort out 那这个就是整个road map 为什么错了的原因 那我们也都没办法 再在沙特阿拉伯上面 找到更加多的好处 就是这个的期望 是要清空了它 就是反过来 用一个大的国际层面去看 本身国家是在推行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 它去到中东的时候 多少都遇到有些阻力 那我们先当一带一路 是一个很伟大的远景 那当然的而且也是 就是香港立了法 那我一定是要说 一带一路是顶级跨啦啦 所以大家希望可以两解 那好了 在一带一路的前提之下 香港只不过是整个国家 版图里面的小经济体 那你有什么的能耐 是可以潜越了国家 去直接在这些一带一路的目标 那里拿到更加多的利益呢 那何况你自己也都 整个硬件也都不够人砌啦 那这个也是很悲哀的一个地方 那好了 还有另一个原因 我都还想说一下就是 为什么集资压会下降得这么差啦 那当然都是一些 你会说得出的原因啦 譬如是经济又差了啦 上市门栏过高啦 流动性过低啦 很多外资走追我啦 不信任香港这个市场等等 这些这样的因素 其实在我眼中最重要的 都是流动性为主的 还有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大家都忽视了 就是 为什么早几年呢 那个集资压都还可以顶得顺呢 就是早几年呢 陈茂波都叫做 有少少的实践 他就见到美国搞SPAC 这些空学公司搞得很好 其实为什么美国有段时间 他们的集资压那么厉害呢 就是其实他们都没有项目的 但是他们就想了一样东西 叫做SPAC 一些空学公司来的 然后呢 就不停在美国那里上市 那些空学公司呢 在背后没有项目的 因为整个机制呢 就是先集资再找项目 两年内要找到一个项目 去做一个的评购 然后就帮那些项目呢 就做到一个backdoor listing 借购上市的一个这样的目的 所以呢 两三年前 在美国呢 是突然间有一堆空学公司 是动了一点就乘几十亿 动了一点就乘几十亿 那就不停去乘的 最出名的就是 现在刚刚完成了SPAC的merger 就是Trump Media 特朗普现在准备出来选 这个总统 所以他旗下的这个Trump Media 都在美国那里有很多的声势 但是文说的business model 不是那么sustainable 也都不是赚那么多钱的 在输钱的 在亏损的 但是不要紧 起码他同到一只SPAC 叫做做了一个融合 或者自己学上市 那这一个就是 美国SPAC的一些玩法 但是美国SPAC 在一年前 在一年半之前 都已经走下波了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你没有那么多项目 可以做到拼购 那现在 去回香港那个位 就是 香港是曾经捉到鹿的 但是就脱不了国 所以呢 就令到现在的集资 就出现了问题了 那么首先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多些CRS comment like share 和按一按订阅的钟 这个非常重要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都有一个YouTube的80元会员计划 那么这个80元会员计划 是会解答了大家所有的问题的 所以就 feel free去问 我们每个礼拜都会解答的 那你问我多少问题 留多少次言 我们都是会回答你的 那就非常之划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除此之外 我也都有一个paymecode 就放在影片的左上角 还有也都放在comment和capture那里的 那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影片做得好的话呢 也都欢迎去打赏 那还有就 我们也都会多谢一下 打赏了我们的朋友的 那这个是一个点唱环节 就是如果 你们有一些的message 希望借我们的平台可以说出去的话 那就欢迎payme打赏我们 那我们也都会 就是将你想讲的message 就叫做公布开去 那所以呢 如果你有一些特别的东西想点唱 想我说出来的话呢 也都 feel free去payme打赏一下我们 那就 只要不犯法的话 任何东西我们都可以说的 还有就在 除了我们有这个payme之外 那我也都有一个patreon订阅产品 那那个patreon订阅产品呢 就会爆发到黑幕内幕 还有最近有一个 30万面色套演的裁机 那我就放在patreon产品那里了 那但是具体的做法呢 你就要订阅我 最高tier 就是95元或以上的tier 你才能听得到 到底那个具体的操作是怎么样 因为都有一些复杂的 我用了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去解释整样东西 但是如果你想听一个简单的版本的话 那你就订一个简单的版本 但是那个简单的版本呢 你得到的东西当然是简单很多 那大致上可能没有以前那么优惠 但是如果你想听一个复杂一点 令自己那个财务再松动一点的 就是理财财技的话呢 你就要订用一个比较高阶一点的版本 因为一个月可以兑30万面色 还可以分几期去还 然后还可以每个月再套演的话呢 这个财务都相信优惠了很多人 甚至乎我是教别人有一种税务缴交的方法 是可以一月的税是通到五月去交的 那也都令到很多人都舒服了很多 那我想这些东西就 大家可以再订阅我多些 或者了解多些这样 那除此之外呢 阿妍我就教别人怎样省钱 又或者教别人怎样可以做好这个理财财技 最近 那赚钱的东西就反而阿妍就更劲一点 虽然我都赚到很多钱 最近是Forture Inside Prime里面的股票都中了很多 那但是阿妍呢 她的那个投资回报就真的非常的厉害 今个月都捉到几只呢 是两三日前买就立刻有一个爆炸性的回报 几十个percent 那然后在上一个月的美股也都升得很厉害 有几只呢 都是可以升到过倍的 那如果大家真的要把握一个机会的窗口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在下面Google 就是有张Google link 在caption和留言那里填一张form 那就和阿妍了解一下她的那个投资策略等等 就和她了解一下沟通牙啦 因为我自己都相信呢 真的这一年怎样都好呢 你一定要找到一个方法去赚多些钱 因为今年的机会窗口就只有现在这一刻 之后的四年呢 我相信是会比今年更加难去赚到钱 那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这样啦 那些试图 像